善良的阿秋带着孩子去看望柱子,看到他们母女二人来的时候,柱子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可是时间不能重来,再怎么懊悔都没有用了。 自从回到了小屋,阿秋的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 今天他一大早就在切死了,而小家伙就静静地待在妈妈的身边,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只要待在妈妈的身边,小家伙就是最幸福的。 阿秋把饲料全都混合在一起,然后给这些鸡鸭吃,他们的饲料已经很少了,所以阿秋要想办法挣钱购买家中的物资了。 说干就干,他来到了玉米地里,之前小一点的玉米也都已经成熟了,所以正好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 阿秋仔细地挑选着,然后就在玉米枝干上开始包了起来,省得到时候全部摘下来还要再包一次皮。 阿秋的身影在清脆的玉米地显得格外忙碌。 他在玉米枝干间灵活地穿梭,只为了挑选出最合适的果子。 他必须对自己售卖的产品百分之百的用心,才能得到顾客的百分之百好评。 所以他带着满满一大框的玉米就来到了一处空地上,找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尿素袋,就把玉米摆放了起来。 这次他没有把玉米一根根地摆好,而是略显凌乱地摆放。 这是阿秋的策略,他还是很聪明的,这样就能够让他的摊位表现得满一点。 果不其然,今天售卖的成果还是不错的,每个人都挑了满满一大袋。 在收到钱以后,阿秋笑得格外开心,等到卖了一点出去以后,阿秋才重新摆放了起来。 然后来了一个女人,他在阿秋的摊位上条条旋旋,阿秋拿了一个包给他看,证明自己卖的东西绝对是好的。 因为阿秋之前已经筛查过一遍了,所以他的东西别人是绝对挑不出毛病的。 超市的老板看阿秋不怎么忙了以后,把孩子又重新交给了阿秋,并且还带了两包小零食。 但是没有一回,阿秋的摊位就被三个女人包围了,他们直接把剩下来的玉米分完了,所以阿秋就直接收摊了。 他带着孩子来到了菜市场里面,他挑了几个芒果,然后又买了一梯啤酒。 他这是给柱子买的,今天准备去看望他一下,不然他可舍不得买这些东西。 阿秋带着孩子来到了柱子这里,今天帽子叔叔不在这里,而且又把门锁上了,所以阿秋就进不去里面。 没办法的他来到了窗户外边。 他敲了敲窗户,然后等待了一回,只见柱子打开了窗户,看到他们母女二人特别的吃惊。 然后他就想要抱抱孩子,阿秋把孩子递给柱子,以后就松手了。 可惜,中间隔了窗户的铁栏杆,这成为了他们几个人不可跨越的障碍。 阿秋拿出了给柱子买的东西,然后他从窗户上递了进去,看到阿秋和孩子。 这几天,他郁闷的心情都好很多了。 柱子忍不住亲了亲孩子,然后才和阿秋说上话。 此时的柱子待在这里这么多天,早已经改过自新了,也非常悔恨当初自己对阿秋和孩子做的事情。 但是,阿秋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所以他只能希望柱子在里面能够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 他知道这里面并不好过,自己会时不时地来看他的。 柱子听完他的话以后,无力地垂下来脑袋,泪水浸湿了他的脸庞。 自己之前是有多么的混蛋,才会失去这么一个好的妻子,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 阿秋看着前夫这个样子,心里也不太好受。 他擦干了柱子脸上的泪水,嘱咐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随后,柱子又抱了抱孩子,就让他们离开这里。 阿秋让他把东西拿进去,但是柱子又抱了抱孩子。 等到柱子犯错误以后,他的父爱才姗姗来吃。 赶在太阳下山之前,阿秋终于回到了小屋。 此时的小家伙已经睡得香甜。 阿秋把他轻轻地放在床上,然后就准备收拾家里了。 他来到水池边,把充满泥土的竹床清洗干净,一样一样地收拾着家中的物品。 等到大力回来的时候,小家伙也醒了,大力给他带了非常好吃的饼干。 等到他会讲话的时候,会不会第一个喊的就是大力爸爸呢? 而阿秋看到大力回来以后,也没有隐瞒自己去建柱子的事情。 他希望两个人之间是透明的,没有什么小秘密。 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阿秋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大力。 而大力也表示自己非常理解,他也不在乎什么。 只要他现在心里有大力就行。 而阿秋也没有和大力再说客气话了。 他让大力去接姐姐回家,现在自己重新回到了家中,他也不用住在他朋友家了。 大力二话不说,就骑上摩托车出发,接姐姐去了。 没有一会,他就带着姐姐重新回到了家中,此时的场景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没想到,两个不省心的女人一见面,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 还好大力心生一计,装作头晕。 才解决了这两个大麻烦。 昨天大力把姐姐接回来以后,生活才算重新回到正轨。 就和之前的日子一样,几个人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虽然小屋现在还没有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但是好在也能给他们提供可以生活的地方。 因为这场洪水的原因,小屋的旁边剩了许多的杂草,阿秋一大早就在砍这些没用的杂草。 这里已经看不清他种的蔬菜了,所以阿秋也准备把这些蔬菜移植出去。 虽然这里的土壤很好,但是也耐不住这些杂草蜂长。 阿秋把蔬菜挖出来以后,就选了一块适合种植的地方。 他挖了一个洞,然后把刚刚一只的蔬菜放了进去,仔细地按压好。 希望这些不会因为换了一个土壤环境就停止生长了。 那样阿秋可就犯了个大错误了。 阿秋这边忙得热火朝天,姐姐也在家里煮着玉米。 但是天空渐渐地下起了小雨,阿秋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本来她是准备回去的,因为怕雨下大烂,影响家里的牲口他们。 但是下离鬼以后,天气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阿秋就没有管了,又继续完成手上没有完成的工作。 此时已经分不清阿秋的脸上是雨水还是汗水了。 一大早就开始忙活,她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一下,实在是太拼命了。 好在种这个东西很快,而且不需要一根根的移植,所以阿秋很快地就完成了。 此时的小家伙睡得特别香甜,下雨天最适合睡觉了。 等到一切都快要结束的时候,姐姐这边的玉米也出锅了。 香喷喷的玉米给她掺坏了,不过她去喊了阿秋。 姐姐让正在外面干活的阿秋赶紧回来吃一点,冷了就不好吃了。 阿秋听到姐姐的话,以后就放下了手上的工具,准备休息一会。 然后她来到了水池这边,清洗了一下身上的泥土,就来到厨房把玉米端走了。 姐妹来到床边上,然后借着风扇稍微把这些玉米吹凉一点,不然她们包都不好包。 此时的小家伙突然在床上翻滚起来,恐怕她是被玉米的香气掺醒的吧。 阿秋连忙把她抱起来,然后给她喂食。 小家伙被妈妈抱着,小手紧紧地握着一根玉米,吃得津津有味。 很快,大力就回到了小屋中,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她又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去,所以身体很是疲惫。 阿秋见大力如此的虚弱,她从包里拿出了一点药,然后递给了她。 不过大力也有可能是饿的,所以她赶紧拿了一个玉米吃了起来。 香喷喷的玉米正好缓解了一下她的饥饿感。 但此时有个不促之客来到了她们的小屋,原来是大力的妈妈。 自从大力离开家中,大力的妈妈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所以今天她忍不住,直接来到了她们这里。 但是一来就看到儿子在看玉米,她立马大声地质问着阿秋, 难道自己的儿子跟着你是来受苦的吗? 你就给她吃这么没有营养的东西,她还是个病人啊。 而阿秋回到了小屋里面,说话自然有了底气,她也不可能再把她赶走了。 所以阿秋和大力的妈妈对峙着,大力怕失态越来越严重, 所以她就充当着和事劳,问妈妈要着她手中的玉米, 说自己就喜欢吃这个,是她让阿秋煮的。 但是谁知道大力的妈妈还是依依不饶, 她知道这都是儿子为了帮助阿秋讲话才这么说的, 所以大力再怎么说,她都不会让她再吃这个了。 并且大力的妈妈希望儿子能够跟她回家, 家里做了许多的好吃的,都是的大力爱吃的。 说完就把玉米给扔了,然后拉着大力就想回去。 但此时柱子的妈妈突然来了,她带着东西来看望大力。 但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大力的妈妈让大力不要收她的东西, 但是大力都要伸手去接了。 忽然大力的妈妈从中间抢走,并且扔了出去。 这下柱子的妈妈忍不了了,她本来脾气就不好, 上次被她妈妈推倒以后,自己心中还有一口气没出, 这次既然她这么过分,她也就没有收敛着, 一句比一句骂得难听。 大力的妈妈也不是一个好惹的, 两个人已一句她一句的。 阿秋和大力站在旁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在旁边劝说着他们。 但是这两个女人实在是太强势了, 一见面就变得水火不容, 大力健壮没有办法,眼看就要搭起来了。 她直接头晕坐在了床上, 大力的妈妈看到儿子这样, 也没心思和她继续吵下去了。 所以这场无休止的争吵总算结束了。 柱子的妈妈从地下捡起买来的东西递给了他们, 她就走了。 而大力的妈妈见圈不动, 更何况那个女人也走了, 所以她也没有在这里待下去了。 送走他们以后, 世界都安静了。 大力想让阿秋学会骑车, 但是阿秋没有这个想法。 这下好了, 阿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大力被阿秋骂惨了。 在经历过昨天的风波以后, 阿秋自认为, 短时间应该没人会来找她的麻烦了。 所以, 阿秋一大早就拿着除草机来到了菜地里。 因为稻田的面积太大了, 人工除草的话, 阿秋不知道要割到猴年马月, 所以今天她利用工具来解决田里的祸害。 这个除草机唯一坏处就是威力太大了。 阿秋停下来以后, 脸上身上都是飞溅的泥巴。 草除完以后, 她就用锄头挖了一点泥土, 然后覆盖在田梗上面。 这里可要比自家小菜地要费的心思多得多了, 因为来年丰收都要靠它。 阿秋做完这些, 以后就回到了小屋, 但是回来的她也没有闲下来。 她仔细地处理着一些没用的杂草。 这些杂草实在是太令人讨厌了, 跟一些蔬菜强养分, 阿秋不得不把它们连根拔起。 正好阿秋拔完了以后, 大力就回来了。 两个人坐着休息休息, 然后商量了一下建新房子的事情。 在洪水冲击他们小屋之后, 他们就有了这个想法, 想要建造一个比木屋更加牢固的房子。 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耽误,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商量这个事情。 但是这件事不能一拖再拖, 所以趁着今天大力有时间, 大力准备带着阿秋去建材市场看一看。 阿秋跟姐姐打过招呼以后就跟着大力出发了啦。 他们来到了一个老板的跟前, 映入他们眼帘的都是非常坚固的材料。 虽然阿秋他们没有多少钱, 但是他们在选择房子材料的时候不会小气的, 因为这关乎到他们以后的安全问题。 所以大力和阿秋最终确定了一个最好的材料。 大力仔细地打量着, 然后他就负责跟老板砍价。 阿秋建谈好价格, 以后就从口袋里拿出来订金。 这个老板也是非常爽快的一个人, 清点了一下钱以后, 他们双方就达成了交易。 建房子第一步解决完以后, 他们是以身轻松。 几个人来到了超市里, 他们挑选了一个新的头盔, 因为阿秋准备做一件大事。 阿秋准备要大力叫他骑车。 这样有什么事情发生, 阿秋也能骑车去坐, 总归是方便一点。 阿秋挑了一个比较合适的, 然后又拿了一双拖鞋, 自己脚上的拖鞋已经破烂不堪了。 跟大力出门都不用自己付钱的, 这个贴心的男人早就把钱掏出来了。 他们付完钱以后就回到了小屋, 然后拿出了刚刚买的零食给他们。 几个人休息了一会, 大力就嚷就跟着他去学车了。 阿秋还没有尝试过骑摩托车, 所以他特别地紧张, 怀着激动的心情就跟大力来到了一处空地上。 他们两个下了车以后, 首先大力给阿秋讲了一下摩托车的构造, 开关, 油门在哪里, 怎么启动。 他都一五一式地交给了阿秋。 然后阿秋就坐上了车, 这是他第一次骑摩托车, 紧张地他叮嘱好大力在他的后面, 不要走开。 他们两个都准备好以后, 车子缓慢地骑行了。 但是一开始的阿秋可能有点不适应油门, 所以他控制不住地往旁边倒去。 大力吓坏了, 连忙跑到了他的身边。 只见车子倒在阿秋的身上, 大力赶紧把车子抬走, 然后检查阿秋的腿有没有事。 此时的阿秋早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激动之情, 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不过缓过神的两个人相声笑, 阿秋没有什么事, 所以他又重新学了起来。 没有几个人学车步摔跤的, 所以这根本难不到阿秋。 有了刚才的经验, 这一次他骑得非常的慢, 大力也抓着车子跟紧在他的身后。 学了大半天的阿秋, 进步非常的明显。 再来一次的时候, 大力就松开了手, 没想到阿秋骑得稳稳当当。 阿秋停下来以后, 大力非常开心地对他说他已经学会了, 此时的天气也已经黑了, 所以他们天黑的时候赶了回去。 一回到家, 大力就做起了午饭, 姐姐在一旁逗弄着小孩, 而阿秋也洗完澡了, 今天学车觉得一身的汗。 忙完以后的阿秋 就接替了大力的活, 他也让大力去洗一洗。 阿秋把做好的菜一个个盛好, 今天他们吃得非常的丰盛。 几人坐下来以后, 大力就对阿秋说自己非常为他自豪, 没想到阿秋这么快就能学会。 而阿秋也毫不谦虚地接受着大力的赞美, 因为连阿秋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能学这么快。 两个人都沉浸在刚才的喜悦当中, 学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他们是一点也未提。 大力为了能够表明自己的心意, 他选择了向阿秋求婚, 但没想到这个女人又找上了门。 为了补贴家里的生活开支, 所以阿秋拿着工具就来到了一处菜园里面。 这里的小菜长得非常的茂盛, 就算自己吃的话, 他们吃一个月都吃不完。 所以, 阿秋今天准备去把这些菜给卖了, 他拿起工具就割了起来, 印入眼帘的都是长得非常好的。 阿秋并没有看到小的, 所以他抓到一个就是一个。 很快阿秋割了非常多的小菜, 他用绳子把它们一捆一捆地绕起来, 这样不仅让小摊变得美观, 还能更好地方便顾客的挑选。 不然, 等到人多的时候, 摊位绝对会很乱。 全部把菜整理好了以后, 阿秋就准备出发了, 他给孩子戴好帽子, 然后也要姐姐陪他一起去, 让姐姐一个人在家, 他怕又出什么意外。 所以这次就全部都一起去了。 阿秋关好家里的门窗, 然后带着他们就出发了。 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较远, 所以他们没有吃饭就走了, 几个人顶着大太阳来到了一处空地上, 幸好今天他们都戴着帽子。 不然走这么远的路, 一路上还没有阴凉地, 肯定要中树。 阿秋把一捆捆的菜整理好, 然后给姐姐拿了一个凳子, 几个人就静静地等待顾客的到来, 因为他们挑选的时间点很好, 很快一个女人就买了一大把, 有了一次的开门红, 剩下的那就好办多了。 阿秋仔细地清点好, 需要找给她的钱, 找错了那可就麻烦了, 顾客接二连三地过来了, 好在没有像之前一样的情况, 一把头蜂拥而上。 阿秋种的食物, 无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的适合。 但是此时饭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回, 所以还剩一点没有卖完, 正好旁边是一个超市, 所以她就带着姐姐他们来到一旁休息, 买了两杯冰橙汁, 透过杯身, 可以看到里面冰块在微微晃动, 加了冰的橙汁,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有效地缓解了他们体内的燥热, 冰凉的橙汁划过喉咙, 带了一阵清甜与凉爽。 很快他们就回到了家中, 此时的姐姐正在逗弄着小家伙, 阿秋因为刚刚卖完了许多的菜, 所以她把家里的菜地又要重新修整一下。 但此时的小家伙忽然大哭起来, 姐姐没有办法, 只好让正在干活的阿秋赶紧回来哄孩子了。 阿秋洗了一下手, 以后就抱起了孩子, 到了阿秋的手中, 孩子就不哭了。 阿秋把小家伙哄好以后就继续去菜地里面了, 她把没用的草藤都给割掉了, 应该是准备做新一轮的蔬菜种植了, 当季的蔬菜都要提前种, 才能在后面卖一个好价钱。 阿秋把爬藤架都给拆了, 看来后面要准备一个大动作。 就在阿秋干活的时候, 大力回来了, 一回来就给小家伙炫耀起他给他买的新玩具。 大力对孩子是极好的, 就跟自己亲生的一样。 大力拿起锄头就帮助阿秋干起了活, 虽然自己工作很辛苦, 但是回到家他还是没有一句怨言。 就在两个人一起干活的时候, 突然来了两个不俗之客, 原来是跟大力相亲的那个女人, 而且他还带着他的妈妈。 他们是来向大力讨要说法的。 大力让自己的女儿怀孕了, 他必须要负责任。 但是阿秋才不心他们的小把戏, 他女儿独自里的孩子肯定是别人的。 阿秋相信大力的为人, 他不可能这么快地就怀上大力的孩子。 阿秋和大力一唱一和, 居然吓退了这个女人和他的妈妈。 难道是因为做贼心虚吗? 看到两个人走以后的阿秋和大力交谈了一番。 阿秋说虽然自己相信他, 但是这都是他惹出来的事, 下次再惹事自己再也不相信他了。 说完这两个人就继续干起了活。 突然阿秋大叫了一声蹲了下来, 捂住了自己的脚。 这一下尖叫可给大力吓坏了, 他连忙查看起来, 但谁知道就是阿秋的拖鞋问题。 然后再加上阿秋雇一下大力, 所以才大叫了起来。 就算是之前阿秋买了新的拖鞋, 他也放在家中没有舍得穿, 还是穿的脚上那双破烂的鞋子。 大力此刻也被阿秋幼稚的行为给可爱到了, 此时的天气已经渐渐的黑了, 所以大力就主动来到厨房做起了饭。 他知道阿秋的劳累, 所以能帮一点是一点的。 在煮饭的功夫, 阿秋来到大力的身边坐下, 此时的大力因为白天阿秋的信任, 自己非常的感动, 所以他又对阿秋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阿秋能明白大力的意思吗? 没想到大力的妈妈又来找阿秋的麻烦了, 他再一次发飙, 因为他实在受不了村里的人说的闲话了, 这次他一定要让儿子和阿秋分开。 冷空气悄然而至, 带走了昨日的温暖, 带来了阵阵寒意。 不过这也非常适合阿秋夏天干活, 炎热天气干活的话, 没有一会阿秋身上就全是汗。 这种凉爽天气干活的话是正好的。 阿秋和大力专门挑这种南瓜花, 因为田里的南瓜还没有长大, 但是正好南瓜花可以吃, 而且长势也特别的好, 所以他们今天准备去卖一点这个, 也是阿秋的一位老顾客亲点的。 他向阿秋预定这个南瓜花, 所以阿秋干脆就把田里面的花朵都摘了下来。 他和大力两个人仔细地寻觅着, 不放过任何一朵花, 阿秋把搁下来的花朵仔细地处理好, 立得非常整齐, 然后放进贝楼里面。 他相信鲜艳的黄色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到来。 一根根花朵合起来就是一大棚花树, 大力也特别会讨女孩子欢心, 他把手上的这棚花送给了阿秋, 阿秋明白他的小心思, 只不过阿秋把花接过来以后就放进来贝楼里。 这个小插曲使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又更进一步。 阿秋把花摘完了以后, 可能觉得还不够, 所以他又跑到了豆角这里。 在他们当地, 豆角的售卖价格要远高于南瓜花。 大力带着阿秋就来到了上次来过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人流量要大一点。 大力从不远处借来了一个臣, 刚放下, 那个找阿秋预定的人就带着他的一群小姐妹来找阿秋了。 每个人的手上都拿了很多的菜, 幸好阿秋摘了许多的豆角, 不然今天不会卖这么快的, 豆角都卖完了, 所以剩下的人只能买南瓜花了。 凭借阿秋选的这个地点, 只用了几分钟, 阿秋卖的东西就成功售庆。 大力跟阿秋收拾好摊位, 以后就回家了。 此时家中的姐姐正在做饭, 等到阿秋和大力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吃了。 几个人直接坐下来休息, 他们彼此之间分享着有趣的事情。 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最重要的就是分享。 很显然, 大力和阿秋之间的相处模式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大力和阿秋说了一件事, 就是这两天她的妈妈在稻田里面干活, 大力希望阿秋能够和自己去帮一回忙。 阿秋听到这个, 当然是同意了, 虽然大力的妈妈不喜欢自己, 但是再怎么说, 大力也是她的亲生儿子, 所以阿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大力看到阿秋答应得这么爽快, 此时的她更喜欢阿秋了, 她觉得这个女人身上的魅力实在太大了。 随后, 他们就简单地吃了点饭, 然后来到了大力家的稻田。 此时大力的妈妈已经在干活, 看到阿秋和大力来了以后, 也有点震惊, 自己的儿子不是已经离家出走了吗? 虽然这样想着, 但她还是静止地走到大力的面前, 查看起了她的伤口,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但是她还是责备起了阿秋, 说自己的儿子跟着她真的遭罪。 但是还好大力在一旁劝说着母亲, 今天她们是来帮忙的, 赶紧去干活吧。 大力的妈妈听完, 也就停止了吐槽。 阿秋和大力一起收割着水稻, 但是其他几个女人, 就在大力的妈妈面前嚼舌根了, 说她的儿子, 咱们找了一个离婚的女人, 而且还带着一个孩子。 她的儿子一点眼光也没有, 你也不劝劝她, 你一句她一句的, 大力的妈妈听到这些人戳心窝子的话, 再也忍不住了。 她迅速跑到阿秋和大力的身边, 让她带着阿秋离开这里, 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干什么呢? 现在方圆机里都知道自己的儿子, 跟着一个离婚的女人身边转悠。 大力的妈妈, 剑拽不动, 大力她把怒火又转移到了阿秋的头上, 骂得阿秋一动也不敢动。 大力这次叫阿秋来, 本来是想缓和一下他们两之间的关系, 但是谁知道又变本加厉了。 远处的一个男人过来了, 他过来劝驾着, 但谁知道他是来劝驾, 还是来看笑话的。 大力的妈妈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家的丑事, 让那个男人离开这里。 男人离开以后, 他又继续训斥着阿秋, 此时大力的妈妈觉得他已经成了被人眼里的笑话了。 此时的他气急败坏, 直接发起了疯。 大力看到妈妈这个样子, 赶紧把他拖走了, 他不明白两个人之间怎么变成了这样。 阿秋看到大力的妈妈这么讨厌自己,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力让阿秋回避一下, 他怕妈妈又伤害他, 然后自己和妈妈交谈。 但是气急败坏的妈妈根本听不进大力说的话, 大力没办法, 直接推着妈妈让他回家。 送走妈妈以后, 大力来到阿秋的身边, 他知道刚才妈妈的举动吓到了阿秋, 他跟阿秋保证一定会处理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 阿秋保证一定会处理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